主機格 這次比賽這次比賽全部的陣營都出過一輪了嗎 就都有人玩過嗎 有沒有都沒出現了 沒有好像所有的陣營都有人玩過 好酷 我以為誰誰要最那不然誰最少呢 矮人 矮人不少 矮人不少 这次好像出的比较少 木精好像出的比较少 木精 对哦 木精也其实蛮少的 重点是因为我自己在天梯遇到木精 我还会直接不打 因为太多人玩的木精兵表太恶心了 那种直接放你风筝 然后让电脑帮你操作 我无法 但是这次木精确实确实有一场 我记得是摩根打了一场木精 那场木精巨魔国度 然后全军是那个前锋部署 直接从对面的后面直接冲出来 这一场打得很精彩的 哦 了解 OK 好 那我进来是两秒 我是两秒 好我来进一秒 OK 这张图 然后你看一下 你讲这个野兽人 伪军对黄军的这个作战 好那我讲野兽人这边好了 那野兽人的话呢 看一下外面有没有偷场部队 没有野兽人很乖 在家里 没有在前锋部署一些奇怪的 不过森林里面藏了三对 大脚兽群 这是 呃 巨斧步兵 那 他的 攻击破坏力非常的可怕 他的有 40点的 破甲伤害 那 近战攻击力也是非常高 可是大脚兽群 哦 大脚兽群的那个护甲也很高啦 但是 千万还是 千万还是不要让他 就是自己一个人冲上去 因为其实还是 如果对方激活你的话 大脚兽群撤退的太快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所以 等下就看看 在森林里面他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能是包夹或车衣骚扰 那 前线的话看一下哦 长毛猎脚兽群 前面是猎脚兽的长毛 然后中间放的 弓箭手 好 这个也是最低阶版本的 突袭者 就是都猎脚兽 就是满低阶的 然后 都是猎脚兽 好 这里还有三对 这是什么 剃刀脚兽群 就是一堆野猪 好 这些野猪也算是 我其实 也不太常看到有人出这个 呃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 比较流行 也是 哦 OK 因为他可以 他其实打骑兵还蛮强的 就是他对骑兵会有一个包夹 对啊打步兵也还可以 然后他关键他价格比较便宜 就是550块钱 哦 对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OK 那我们要看一下表现 那 呃 巨兽的话用的是 这个毒眼角兽 那 直接上精英版本嘛 那这就是一个 野兽人的火炮单位 应该不用多做解释 好 两头巨角公牛 这个 英雄直接带两对 这个 点对方领主可能很快 可能也是看准混沌的领主 其实不好打 所以直接上两头巨角公牛 有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 等下来围欧看看 好 那领主用的是 麦勒狗 马拉格 好 身上带的又是招这个 毒眼角兽的技能 然后还有一个 吼啸 就是一个 水滴型 对对对 就是一样是一个扇形伤害的 好 那差不多 呃 野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型 那 关键我觉得还是会在森林里面 这个大角兽群啊 看他在森林里面会不会被 被发现 那我觉得如果对方是一个 常打对战的 他应该可以看出来 对方应该少了一些部队 因为其实大角兽群的 POST 还花费蛮高的 这三队直接藏在森林里面的话呢 他应该是会发现 那就看看 等一下怎么 呃 野兽人这边怎么打吧 OK 嗯 就这样 那我来讲一下混沌这边啊 混沌这边的话明显是部队出的更多一些 然后 呃 左侧的前排也是两队这个掠夺者 棋手 两队攻起兵 应该是会进行个绕侧啊 这边野兽人的这个兵线也是比较短 然后他的这个主力步兵线 应该是非常厚实的一个步兵线啊 前排有混沌掠夺者 然后混沌掠夺者 应该是混沌掠夺者出了比较多 出了四队的混沌掠夺者 呃 两队的混沌勇士 一队混沌勇士的这精英版本 魔镜守卫 这一队是持剑的这个混沌勇士 加上一队这个仪器者的精英版本 这个仪器者的话就打一些对面 特别是轻甲的单位的话还是很快的 而且他的这个移速非常快 有46的移速 呃 然后后面还有两队混沌巨魔 应该也是这个怪兽步兵 然后他很 就是很奇特的是出了一队这个巨人啊 出了一队巨人啊 混沌巨人 就混沌巨人我们不太少看见啊 一般来说好像出这个 比如说龙魔或者上古龙魔之类的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单出混沌巨人 因为嗯 就是其实野兽人这边也不一定说 混沌去打野兽人的话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混沌巨人这样的单位去反对面大型啊 我不知道他这边出一个巨人到底是出一个怎么样的考虑 嗯 当然巨人这个东西他打 其实打单体还蛮强的这个单位 他有600的武器威力啊 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个东西 特别是打一些这个大型单位啊会特别强 然后他的领主这边上的是这个萨索瑞尔勇士守望大鸟 然后大鸟的话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战车领主了 尽管他长的是一个鸟的外形 一个永不战败的一个战车单位 而且他比普通战车其实更强一些 他很他基本是很难去卡住的 而且配合他永不战败的话 他生存能力是很强 然后他这边而且是一个金属系的法师 这样可以省下一个法师位 然后是有这个带了毁灭熔流 加上这个秀施瘟疫啊 应该是这两个法术应该是配合起来用的 第一个给对面剪甲 然后直接再给一个这个这个飞弹 然后这个飞弹的话 其实打的其实效果有的时候还不错的 打的效果 对于对面如果步兵线比较拥挤的话 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然后右侧还上一队这个野生歇尾师 他上了一队的空军 也是为了看一下防止一下对面 是不是有什么隐藏单位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可以单抓的一些单位 然后野生歇尾师的话 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 他会先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林子 应该会先看树林啊 对明显野兽人 野兽人这个这个种族嘛 隐身的隐身的单位多 前锋部署的多 然后还有碰到一个那么多林子的土 肯定是会藏一些东西的 没错 简单来说我感觉就是步兵线 步兵线一路平推 看一下能不能说尽快的打穿野兽人这个步兵线 如果能打穿野兽人步兵线的话 野兽人还是比较难受的 对 因为大鸟应该等一下 进场是直接就会冲 往后冲的啦 他应该是直接突破前排 或者是突破前排之后绕一下 然后从你侧面直接中一排直线过去 反正他就是个战车 就这么理解就对了 嗯 OK 是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好 那我数321 嗯 321 开 开 好啦 比赛开始 其实我看一下这个混沌巨人 他的领导力还挺高的 他108点 对 他这个混沌巨人基础100的这个领导力 基本是一个 几乎可以理解我永不战败的一个单位 对啊 其实我记得 现在是所有巨人单位都这样吗 还是只有混沌巨人 这我有点忘了 呃 所有巨人单位好像都是1107 是 而且还想说 原本还想说这种巨人不是看起来很容易撤退 你看这个样子 呵呵 他跟巨人很像 巨人竟然跟巨魔长得有点像 对啊 但是巨人 巨人说我 我才是真正的猛男 对 巨魔的话都是一些神货 我从 我玩了那么久 我就觉得这个巨人的士气 哇 干 这个东西 直接一颗死我 这个巨人都砸巨人 哈哈 砸巨人 他一颗直接砸在他脸上 超准的 想不到你砸掉了一千血啊 哈哈 哎呦又砸了一巴 哦 好痛 竟然可以直接砸巨人啊 想不到 想不到 好那 我原本以为他会打那个步兵的 对 对 对 他竟然是直接砸巨人 他准度还很高 哦哦哦哦 三发全部砸巨人 三发全中 厉害 那大脚兽也不用藏了啦 这已经被 看光光了 对啊看光光了 等一下开始 拉扯一下阵型 因为野兽人这前线骑程 很 很快就会被突穿 哎呦 大鸟 这个大鸟有点烙 被直接精英的毒眼 直接次元凝视啊 直接次元凝视 定住在这边 两只大脚巨脚公牛 直接冲上去 围 哦 这个连 逼的 歇尾斯也得下来救驾啊 哇 嗯 这个应该是他没想到的 因为可能是没有没有 突然直接忘了这个精英毒眼 有这个定身的这个技能啊 对 很正常啊 有时候你在打的时候 你真的没办法 一个一个看 你有时候都忘记说 啊完了 等我冲上去的时候 还被 发现这件事情 结果这个大鸟的血 直接掉了一半 哇 很痛 而且这只切尾斯 应该也是交代在这边 因为他已经失去控制了 没错 好 好 这边踢刀兽也进入战场啊 看一下 直接顶对面的这个步兵 嗯 他是一个破甲反步兵的这个单位啊 因为他两攻防很低 所以他 如果这样持续作战 他很快就会 就会撤退 哇 癫狂了 他已经疯掉了 好 主 主 主体这边这个主要的战场呢 我们看一下 结尾斯已经不行了 被打退了 好的 然后我看到这边三队大角兽 就明显是直接从零子那边出来 他这边 呃 这个野兽人左翼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然后配合这个单体 加上这个 大角兽直接把这个混沌这边的步兵打得 打得挺惨的 对 可是其实他这个两对大角兽重叠在一起 他的杀伤效率并没有很好 我觉得他这个重叠其实可以拉一对出文 不过 不过呢 我们看看其他第一方 哦 巨人也是没办法 直接把那个攻击兵都 直接投入进战了 没有办法了 他的步兵蹲得比较快 没错 巨人直接跑去跟那个 独猿角兽两个要互锤 对 两个巨人 两个巨人互锤 我也是巨人 对 我看起来 混沌巨人这边好像比较优势的感觉啦 应该毕竟人家专进巨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这个巨角公牛被直接顶飞出去了 哈哈哈 对 飞得有点远 哇 毁灭龙流 这个伤害不错 这伤害不错 毁灭龙流这边把野兽人的两个剃刀兽 跟大脚兽一起打 总共四对直接吃满了 这个 毁灭龙流的伤害 混沌巨人这边好像被 对啊 要被巨岛公牛切爆了哦 对 他过来帮忙打了几下之后 他血就已经残了 啊又 大鸟又被钉住了 这个大鸟应该在这边交代了 应该没办法了 这个 所以您是 直接 刻爆这个大鸟 因为 哇 直接不打了 直接不打了 打不了了 打不了了 这个全部被反制了很死 因为大鸟是一个战车单位 然后你被刺人凝视 你没办法动 对方又一个巨岛公牛 我觉得这个套路好像是已经 早就已经写好了 他知道 这个混沌可能打起来就是这个感觉 对 对 我上来就用一个精英图片去控你 然后我这两个巨岛公牛很强的单体单位 对 然后在 而且我的这个步兵线也是尽管数量不多 但是是很强的这个三个 这个大脚兽 配合这三个剃刀兽的话 你混沌的步兵 其实很难占据一个优势 没错 有混沌巨人在这场也没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表现也不是特好的 就是 混沌巨人在这场其实也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表现 因为他 即便他冲上去捶这个 那个野兽人这边的独眼角兽 但其实 杀伤效率也就还好 就普通 就也没有说真的打得很快 结果反而 反而他在这边跟他缠斗这个时间 还有时间让巨岛公牛过来 帮他作战 然后把 混沌巨人收了之后 顺便回头 定身 大鸟 然后再回头把大鸟收了 那既然都死了大鸟 也死了巨人 混沌这边其实也就真的 也没什么好打的啦 对 如果你出那个上古龙魔或者龙魔的话 至少还可以保护一下大鸟跟大鸟一起走 但是你混沌巨人的话 完全就 其实很难去帮助大鸟啦 因为你没有反 你没有机动部队去反 反这些大型 那你现在 被打的话你要怎么办 你大鸟只能跑 可是现在你连跑的优势都没有了 混沌这边看起来只有 歇尾斯或者是他的 这个掠夺者起手可以上去帮忙 可是这些根本就挡不住巨岛公牛 嗯 对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混沌的兵表 应该是被这个队员野兽人摸的比较透 然后就知道你会 你会以步兵线平退为主的这样的表 然后你如果再来一个零属的话 正好是控你一下 就是用这个巨岛公牛去强杀你 这个 这个思路还不错 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思路很清晰 真的